皇上在这里吗 他不由得问了一声 边上等着的引路工人 心里头泛起嘀咕 理清这段时间 不是忙得快起烟了吗 竟还有如此闲心 跑到这里来 韩江雪一直觉得 他们一点都不适合 在这种花花草草的地方见面 说话 相较而言 御书房那种地方 勉强才算是正点 回韩小姐话 皇上正在里面等您呢 请继续跟奴婢往里走吧 工人自恃回复 边说边伸手 做了个请的手势 见韩江雪不再问什么 这才自行迈步 继续在前头带路 往里走去 韩江雪这才发现 原本外头看着 不怎么起眼的静园 里头所呈现的一切 却是另外一幅 完全不同的春意盎然 京城如今 虽早就步入春季 但气温却还是比较低的 哪怕御花园内 也并没出现 百花争艳的情景 但此刻的静园 竟让人有一种 步入夏季的错觉 繁花摇曳 鸟语花香 说不出来的多采多姿 而李清这一会儿 身处园中一处 雅致无比的水屑之中 出乎意料的 静正坐在那边 悠闲钓着鱼 看上去似是 颇为享受的样子 韩小姐 请您自己过去吧 奴婢先行退下 将寒江雪 带到水屑边上不远处 引路工人 自觉地先行退下 每一会儿功夫 韩江雪便发现 如今偌大的静园 除了他 和对面不远处的 李清之外 却是再无旁人 心中暗自负匪 这样的单独相处 最是让他不喜欢的 李清 却一次又一次上演着 当真不知有什么意思 站在原地好久 韩江雪 当真不想再往里走 甚至有一种 想掉头 直接走掉的想法 不过最终 却还是压下来 转而抬步 往水屑走过去 而李清 在韩江雪入园 看得到之后 并一直默默关注着 他这边情况 见那丫头 愣在原地半天不前 一副不太情愿前进的样子 也没有出声催促 手中鱼竿 时不时甩动两下 浑然没有真相 钓到鱼的感觉 反倒是怕鱼上钩 伤到他们似的 皇上今日倒是挺悠闲的 不知赵剑名女 有何贵干 韩江雪 进入水泄 既没行礼 也没问安 静止地植入主题 说话之际 只是一眼 他便看到 一旁桌面上 摆放着各色小时茶点 全都是他平日里喜欢的 甚至连搭配的颜色 都是他偏好的 一时间 也不由在心中叹了口气 客观来说 李清这份心思 当真是没得挑剔 莫说身为帝王之神 就算是普通之人 能做到这个程度 也是极为难得的事了 只可惜 有些事情 不是做到极致就可以的 因为 从一开始 就走错了方向 而有的时候 估计 连李清自己 也早就分辨不出 对他那份感情 到底是什么 是爱 还是不甘 或许这世上 绝大多数的人 都是如此的 越是得不到的 便越觉得美好 而珍惜 江雪 你喜欢钓鱼吗 李清一如既往 并不在意 韩江雪态度 侧目微笑 俊美的面庞上 闪耀着一种 说不出来的光彩 不喜欢 韩江雪 直接了当地否认 皇上若是想找人 陪你钓鱼 那么还得另请高明 哦 我今日难得 抽空晚上一天 想来想去 却竟然不知道 做什么才好 到后来 也不知道怎么的 就选了这么一件 平日里 也不怎么 沾边的事情来做 李清 耐心地说着 似是在于 韩江雪解释着 你的性子 的确 也不会喜欢 这种无聊的事情 赛马狩猎那些 应该才会 让你有所期待 只是这两年来 倒是不知何故 没再看到你 做这些喜爱的事情 等今年秋为吧 到时候 必定让你 痛痛快快地 玩上一场 听到李清的话 韩江雪 沉默片刻 而后 倒也不似 往常一般的 带着反感和抵触 反倒是 平心静气下来 于李清说道 何必呢 你就算再为我费心 我也不会对你 存半点感激的 更不会 有任何的感动 平心而论 你的确很好 我也相信 你所做一切 都是出自真心的 可有的时候 感情的事情 真的不能勉强 皇上一定听说过 南辕北辙的故事吧 我们之间倒是 用这个词 最为恰当 有些事情 一开始就错了 一开始便注定 不会有结果的 再欺而不舍 又有什么用呢 还不如重新选定 新的目标 找到真正属于你的精彩 不是更好吗 南辕北辙 这个词 的确有些意思 李清摇了摇头 放下手中鱼竿 转而站起来 往寒江雪这边 走了几步 继续说道 只不过 我倒觉得 这个词 用来比喻 咱们之间的关系 并不太合适 好了 难得你今日 脾气不错 咱们还是不要去讨论 这些让你感觉 很扫兴的话题了 今日找你 还真是有些正事的 坐下慢慢聊 如何 头一回 李清也算是当面承认 他们之间关系的讨论 是一件让寒江雪 扫兴的事情 寒江雪沉默小会儿 而后却是没反驳什么 一言坐了下来 江雪 你是否有个堂兄 叫寒蕾 见寒江雪坐下 李清也跟着坐下 在其对面坐着 递了杯热茶过去 说道 这几天 我手中最少 有十多道奏折 全部和他有关 同时 与你父亲有关系 什么意思 寒江雪听李清 最后提到他父亲 自是说道 寒家的确有这么个人 而且前些日子犯下大罪 已经定案审判了 可他的事情 怎会扯伤我父亲呢 今日入宫 寒江雪自日知道 必定与寒蕾有关 但李清却先行扯到父亲身上 倒不由得让他注意力 更加集中起来 有许多大臣 隐含了一事 而上书弹劾你父亲 放任族人 为非作恶 身为家主 属于监管 有损百年世家之轻易 更有人甚至质疑 你父亲 担任家主的能力 要求严惩你父亲 要承见京城权贵之家 入境各种各样的 无证之风 李清言辞简洁 虽没多说 但意思却是明摆在那边 有人借寒蕾一事 弹劾寒风 是吗 不知这些弹劾之人族中 是否都从无族人犯事呢 寒江雪坦然说道 不知这些人 在族人犯事的时候 可都能如我父亲一般 公正事下 严惩相关族人 警示所有族亲呢 若是他们都做得 比我父亲好的话 那么 我无话可说 什么样的惩罚 寒家都坦然受之 可若没有人做得 比我父亲更好的话 那就不知弹劾之人 都有什么资格 在此不明真相 大放厥词 听到寒江雪的话 李清却是笑了笑 说道 哼哼 你这话 倒也没错 王侯权贵世家百官 每个家族 都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些恶徒 相比而言 你们寒假这么多年以来 在这方面 倒也的确还算不错 而且 寒磊范世之后 你父亲并无任何包庇之意 公正处之 严惩族人 事后各种作为 也不失明智家主的奉范 也正因如此 所以 我一直以来 没怎么在意那些奏折 也不觉得此事 会对你们寒家 有什么太多不利的影响 只不过 说到这里 李清微微顿了顿 看着寒江雪 一副略陷无奈的样子 说道 只不过 除了江家小姐之事外 寒磊还牵扯到 一件其他的要案 因为设计之人 身份有些特殊 所以此事 正一直给压下去了 没有公开着 今日叫你过来 也是想事先和你商量一下 看看到底 该怎么处置 哦 什么要案 竟我引得皇上亲自过问 寒江雪次事 当作不知情 说道 其实皇上 根本不用跟民女 商量什么的 无论寒磊还犯什么案子 我们寒家态度 都是一样的 应该怎么处置 就怎么处置 绝对不会 有半点的偏颇 李清 倒也没有什么意外 不紧不慢地又说道 两个月前 宫中出了一件 极为不光彩的事情 静云公主 去皇家寺院上乡 回来半道上 却出了事情 静云竟被人给下了药 受了侮辱 这事发生之后 为着静云的声誉 案子一直都是 私底下去查的 只不过 一直没找到 新凶的恶徒 前些日子 总算追查出结果 却发现 凶徒主犯不是别人 正是监污了 江家小姐的韩磊 韩磊 虽然江家小姐一案 已经被处于绞刑 但侮辱皇家公主 却是大罪 并不是处置 韩磊一个人 就可以的 按东明律法 韩磊全家 军得入狱 而整个韩家族人 出去 你们敌之以脉之外 所有旁之 都得受流放之苦 发配 三千里之外 李清声音很平淡 没有半点情绪起伏 周同说着的 不是什么大事 顶多就是 茶水味道 浓一些 淡一些似的 但语气如何 却不会影响到 事件本身 韩磊再一次 追加的罪行 果然 主流大人所言 或及韩家 所有旁之 韩江雪 在听完李清 一系列介绍之后 现实沉默着 没有急着说什么 只是 美与之间的不赞同 却并不掩饰 韩磊的确不是 什么好东西 可明女以为 她再如何 也没有这样的胆量 去侮辱静云公主 韩江雪 异常笃定说道 只怕这个案子 暗中有案吧 这么大的事情 最少得服众才行 静云当日出宫 并没有做正式装扮 变状而已 也没有带太多人 去招摇着 却不曾想 因此受难 李清也不恼 慢慢地 为韩江雪解释 是吗 就算如此 静云公主身份尊贵 哪怕没有太大的捧场 带太多人 和身边总是有几个 伸手不凡的护卫 又怎么可能如此轻易地 让韩磊钻了空子 这一点 皇上你信吗 韩江雪 静止反问 脸上嘲讽之色 太过明显 但凡有些脑子的人 细想一下 便会发现 这个理由 太过牵强了一些 她到上听听 李清要如何 自圆其说 善儿 李清 却没过多去圆什么谎 一如先前兄长所说那一般 选择直接忽视 所谓的合理和不合理 护卫失职 自有他们应该所受的惩罚 韩磊如何钻了空子 那些细节 倒是不用多说了 总之 事实摆在这里 你也别小看了 这些混混的能耐 李清说道 你入宫之前 京城衙门 已经查实此事 正是 韩磊正是那天 侮辱静云公主之人 而中午之际 韩磊自己 已经招供认罪 此案 事实确凿 无任何疑点 就算你觉得 有些匪夷所思 但事实便是事实 当事人都已经认罪了 再令人惊讶 也无法改变什么 韩磊已经认罪了 韩江雪 心中冷笑 李清这一招 倒是做得高明 韩磊自己都认罪的话 铁打的案子 也别想再翻身 其他人 更是没有什么 可质疑的地方 而事实上 想让韩磊认罪 却是一件 再简单不过的事 违逼也好 利友也罢 对韩磊来说 他本就是一个将死之人 没有任何事情 会比现在情况 更加糟糕 至于会不会连累到其他人 对韩磊这样的人来说 自私自利 又没人性 他根本不会去考虑 更加不会去在意 没错 已经认罪 不然的话 我也不会找你来商量了 李清倒是平静如初 听着语气 压根看不出 到底是感觉此事严重呢 还是一点都无所谓 当然 严重与否 都是相对的 锦云公主 对李清来说 本就是一颗 没有任何作用的弃子罢了 事已 她的名誉什么的 根本也没任何影响 至于韩家那些族亲 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置 对她来说 意义也不是真的那么重要 而李清所在意的 只是韩江雪的态度罢了 不然的话 也不会存在商量一事 韩家那么多族人的命运 最后何去何从 说穿了 并不取决于韩磊 也不取决于李清 应该取决于 韩江雪 商量 商量什么 既然皇上都说了 韩磊自己都认了罪 证据确凿 那么此事和我 又有什么可商量的 韩江雪 皱了皱眉头 韩家出了这么一个 大逆不道的畜生 韩家无话可说 明女 更没有任何资格 和皇上商量什么 这声商量 明女受之不起 李清好声好气劝道 你别负气 事关整个韩家旁之 可不是小事 即便再有不满 你还是得为 整个韩家考虑才是 既然我找你来商量 那么自然也是 不希望韩家 因为一个区区寒累 而受到如此大的连累 和挫伤 如果可以的话 我也不希望 过多商计你的族人 亲友 是吗 不知皇上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韩江雪眉头都收回去了 似乎也懒得生气 并不去辩驳 李清所谓的负气之言 心智肚明的事情 她也的确没什么好恼火的 平白气坏自己 一点都不划算 有的时候 韩江雪当真觉得 李清的确是一个 心灵极为强大的人 至少 不是谁都能够这么坚持 不懈地 对着同一个女人 自找没趣 只要你愿意 这些案子 我可以让他们暗中处理 只追求韩磊 以及他们一家人的罪责就可 至于其他的韩家族人 都可以在你庇护之下 与以前一样 好好的生活 甚至于可以更好 李清丝毫不觉得 她的话有任何的问题 看向韩江雪的目光 温柔而缠绵 那种自然的示好 没有一丝低微质感 反倒给人一种 说不出来的魄力 可在韩江雪眼中 所有的一切 都不过是想让她 低头妥协的手段 她并不掩饰自己嘲讽之意 笑着说道 庇护 皇上太高开名女了 我连自己都庇护不了 那有那样的能力 可以护住整个韩家 只要你嫁给我 成为东明的皇后 你自然就有了 庇护韩家族人的能力 李清并不在意 韩江雪所表露出的嘲讽 而是 极为认真郑重地 将条件直接说出来了 成为她的妻子 成为她的皇后 自此 韩家就可以永远地 被东明庇护 当李清终于说出 最终目的的时候 韩江雪却是一反常态 既没恼火 也没嘲讽 面色平静如水 也不知在想些什么 应该说 李清的话 没有任何出意料的地方 这位皇帝倒也算是 切而不舍的典型 什么事情都不忘利用起来 光明正大的 为她私欲服务 到了这样的时候 韩江雪也已经分不清楚 自己到底是麻木了呢 还是懒得费劲 过多纠缠一些没用的东西 甚至还觉得 李清这样的人 当真有些可怜 没错 是可怜 真正的可怜 那种即使手握天下 但实际上 心中 却一无所有的可怜 优优独 꼬 成格